向阳投赛格威,记者廖耀东社,记者罗志捧台中报道,赛格威从桃园转战中信兄弟,今天第二度先发人表现不佳,投四,二局17分,兄弟8比9不敌统医师,赛格威认为状况并没有不好,漫长球技纵有起伏,不会太担心。 上周六赛格威对老东家桃园先发四局15分通败,昨夜先发四,二局被敲十安十七分,再天败连两场先发都投不满五局,他说已经尽力了,只是赛况无法照我的意思走,球员就是这样,处在低点就要往上爬,在高点必须想办法维持。 二局上一出局,二三雷有人,罗国龙击出投手方向强,吸球,赛格威用手套挡,球弹到右外也形成两分,打点一类安打,下一棒无杰瑞轰两分炮,这个半局十对攻下五分,定定胜机,赛格威认为,如果他们用手套挡罗国龙那一球,应该会形成刺杀,就不会掉那么多分,是比赛胜负关键。 罗国龙凯三安拿下单场,MVP,五局上英字打球,急中右膝提前伤退,今天能否出赛还需观察,他说上一场出棒太小心,这一场好球来就打,跟球感觉也不错。 罗国龙手棒敲出三安打,记者廖耀东射,九局下兄弟团队敲五安,加上二雷手吴杰瑞接球失误,一口气灌进四分,可惜后续攻势乏力,最终以一分差输球,失对守护身王敬明投灵。 一局,被敲四安失四分,靠秋好军紧急登板救火,顺利守成田救援成功,搭档不守。 高志刚认为,这场王敬明球感不太好,绝身球多次失头挨打,失对总教练黄甘霖则说,换头应该更果断。 失对先发扬头瑞安投六局,被敲八安失四分,拿下胜头,新秀吴杰瑞出赛三场,一敲二轰,但九局下实物差点让球队落败。 他说,全雷达产量超乎自己预期,内野滚地球判断处理应该更明确,这是很好的经验。 吴杰瑞二分担记者廖耀东射,失阳投瑞安记者廖耀东射。